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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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进一步修改 到时还能不能为外籍员工 顺利申请工作签证 是他最关心的 破欧之后呢 我觉得会比较少人 就是少外籍的人会过来工作 就算你去申请的话 他们的那个process会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导致到 餐馆的那些老板比较难请人 因为这样小金反对脱欧 他发现自从宣布脱欧以来 英镑汇率趋软 这给餐馆生意带来了两极化的效应 因为脱欧嘛 所以它的那个兑换率英镑跌了 英镑跌了就是比较多旅客 就我们我讲我本身 因为我的餐馆都是在 很多都是在这个旅游基点 生意会好一点 因为比较多游客 它不好呢 也是因为那个兑换率的问题 所以你的那个 食价 那个cost of sales都会比较高 因为很多商家就用这个机会 把那个价钱提高 所以我们都会被受影响 所以短期来讲呢 生意会好 不过长远来看呢 它的问题就是那个价钱会提高 根据英国2011年的人口普查 在英国工作的新加坡人 主要从事金融业 医药业和法律咨询 他们大部分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 35岁的黄永川 十一年前来到英国留学 毕业后到一家银行工作 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已经是公司的副总裁 永川善于投资 在英国拥有两个房产 事业和生活都上了轨道 不过如今脱欧的到来 却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脱欧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失去工作吧 因为我是在投资银行做工 所以如果脱欧可能我们的公司会搬去其他的国家 对于那些有家庭的 还有儿子女儿这些都要负担的 他们都很紧张 都开始很省了现在 但对我 没有儿女这些都要负责 所以可能不大的负担吧 对于我来说 长期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 永川经常旅游散心 然而英国宣布脱欧之后 他也减少了出国的次数 我现在要去旅行英镑都掉了 所以你如果要回去新加坡 或者去美国或者去欧洲 都要付多一点英镑 所以我就觉得不值得 所以可能要等到英镑上升的时候 才去多余游吧 但是英国这么大 我们都随时都可以去每一个部分的英国 英镑汇率下滑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在王嘉宜眼里 英镑疲弱反而成了优势 如果我父母亲想要来旅游的话 这可能对我来讲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新加坡的兑换率还是比较好 对吗 所以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不是本地英国人 所以影响可能不是说很大 而且我也没有说什么investment 然后trading stocks之类的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理财方面还是比较简单 所以可能不会说太大的那个影响 平日不上班 嘉宜喜欢购物 也经常在外用餐 他担心脱欧之后 欧盟国家进口的商品和食材价格或许会上涨 这么一来物价和消费可能水涨船高 脱欧过后我觉得在吃跟消费这一方面 影响应该会是更大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在英国的产品 都是来自欧洲的 然后当然你脱欧过后 这也要看就是他们英国政府会如何跟欧盟去讨论 然后脱欧的结果会是如何 但是如果真的他们没有这个free market access的话 就我觉得消费上英国会更高 做好财务规划 已经成为当地人必须要做的事 赵小金觉得新加坡人胜在适应能力强 即便未来充满变数 只要做好准备还是可以乐观面对 他将继续在伦敦扩展生意 也正在筹备开设第六间餐馆 因为新加坡的效率太快 那个潮流也是很快 所以顾客接受的也非常的快 不过淘汰也非常的快 这个是他的不好吧 不过相反的在英国呢 他们的那个process会比较慢一点 顾客方面他们也是会比较慢接受 因为餐馆有这么多嘛 所以他们会比较用点时间来适应下你的那个食物 不过一旦你成功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维持性的那个时间呢 就会很长很久 这个是他的好 远渡重阳来到英国伦敦追求梦想 脱欧却使到他们必须重新规划未来 要在时代的巨轮中找到立足点 唯有调整步伐 适应变化 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前线追踪接下来将停播五个星期 我们将在明年二月十号再见 前线全体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